今天我們要練腿 所以等下看到我們練完腿會很累的樣子 但是練腿是比賽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現在來講的話是賽前的第11週 等下第一個動作我會先做深蹲 然後再會去樓上做Nest Tension 就是腿伸展的部分 再來的話我會下來去加強我的身體的腿後肩肌群 所以我會選擇用RDL 然後還有用GHE 去用自身體重做我的腿後肩肌群的訓練 然後才會是樓上坐姿的腿下壓 就是訓練Lacker的部分 那還好的話最後面會補上一個小腿 那其實這次整個備賽過程中 我比較強化的是在大腿後側的部分 因為我大腿後側一直都比較偏弱 所以看能不能在這次的10週裡面 去把整個後側給加強起來 然後在比賽中去補強我的缺點 今天我的訓練內容跟KT會不太一樣 第一個是我會先用側蹲走 去打開我下肢的活動 當作暖身的部分 再來我會用箱子做水平相蹲 跑肌力的部分 那肌力的組數大概會跑3到5組 再來就是做一般的背蹲局 跑肥大橋 再來就是去樓上用機械式一樣 跟KT一樣都跑肥大 然後最後面就跟KT一起用GHD 去訓練大腿後射的部分 今年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跟以往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是訓練的部分 今年在訓練部分特別強調就是肌力的發展 所以在一整年的訓練過程當中 其實都會 一定會安排肌力訓練的項目 然後只是百分比的差別 例如像在非賽季的時候 可能肌力的百分比 肌力部分是二分之一 肥大部分可能是二分之一 然後到接近賽季的時候 其實我的肌力百分比 變成很接近四分之五分之一的訓練量 其餘的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 其實大多都是肥大宣量 OK那這是在訓練上的葡萄差異 好等下120公斤 那這個會預計做八到十下 然後四組 就是第一個動作 剛剛都還在熱身 對 希望我今天狀況應該沒有問題 棒 深蹲一直都是我的強項 所以我還是喜歡第一個動作會擺它啦 對 這是單純個人習慣問題而已 那我覺得不一定要學我 如果你喜歡RDL開始 或硬舉開始做動作的話 你也可以先把硬舉放在第一個動作 沒有關係 現在要做的是水瓶箱上蹲 那透過水瓶箱上蹲去維持我的肌力 再來是把我的髮關節的控制做得更好 走到實在做Legit Tension 我這台會選用的次數是比較大約12到15下 比較 轉步次數是比較高的一個重量 還去做訓練 因為最主要是單關節的動作 所以還沒有辦法去承受太大的重量 為什麼我會把它放在我深蹲後面呢 主要是因為我想要有更多的訓練量 然後讓我的肌肉可以有更多養分 進入到我的細胞裡面去 做的大約是8到10RM 然後我會做4組 但是剛剛那組6組不算 因為它是垃圾 所以現在才是4組第一組 做的是後腳抬高蹲 然後設定的強度大概是直下的強度 然後PE大概是8左右 7到8左右 然後就是現在在跑訓練 跟以往在跑傳統健美的訓練方式不太一樣 會更強調說身體排列的位置 然後關節的穩定 然後會就是從身體的能力出發 就是希望建構更完整的身體能力 再去跑健美的部分 再兩組就好了 完全沒什麼力了 再兩組嗎? 再兩組就好了 最後一組一樣做地檢 訓練的尾聲 我會用機械式的器材 OK 大腿後側 流劍肌群的器材 跟前側 肚子肉肌的器材 然後都是單關節動作 把單一個肌肉群的肥大訓練量再補完就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KD和MITE 做下肢訓練的內容 然後大家會發現說 在這次的下肢訓練內容當中 我跟KD的訓練部分其實差異蠻大 那每個人有他自己適合的訓練 特別安排 不同的變換動作 只要是符合科學原則 只要適合你的訓練方式 其實就是OK的 不要隨便看別人怎麼做 然後就直接去模仿他的課本 因為 那根本不是適合你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那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會在之後的 備賽過程中 如果我們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會再拍攝給你看 你們的問題或是什麼 但我們還是以我們備賽的進度為主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拜 拜 剛剛啊 練完那時候我在樓下發現一個正妹 那好像是我學生 帶你們去看一下 走 哎呦 看看是誰來啦 誰孤來的 呃 陳姿 Yo 在做硬舉是吧 是 呃 咱們自我介紹一下 叫啥名 我叫阿麗 阿麗 很會唱歌哦 還行 還行啊 來手 他其實也是個教練啦 對 他本身 也在外面也蠻常上課的 那 他最主要是在團體課的部分 對 看他的動作 我教的 所以夠標準 45公斤 我們不求重 但是我們要求的是動作控制 看那個頸椎 壓得多好 嗯 不錯 你們看 連這個摔都一模一樣啊 哈哈哈 我們iera盈 igkeit 找我們 洶塵 慘了 我們 Calm 我們 我們 做fight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